湖仁在西部决赛0比3落后绝筋 想要翻盘比登天还难 詹姆斯在本轮系列赛的表现也引发很多争议 他在关键时刻的无力也让人不由怀疑 这位38岁老将是否真的已经耗尽能量 但说实话 湖仁能走到今天已经出乎大部分人意料 今年老瞻骑士已经创造太多历史 除了常规赛历史得分王 詹姆斯目前的季后赛总得分已经达到了7983分 马上就要成为历史上首位季后赛生涯得分 突破8000大关的球员 这个记录到底有多难超越 我们不妨来看看NBA季后赛历史得分王 排赛第二名的乔丹为5987分 贾巴尔为5762分 也就是说 詹姆斯不但将成为8000分第一人 他也已经是6000分和7000分第一人 其他球员连跟他平起平坐的机会都没有 因此詹姆斯的伟大毋庸置于 哪怕他并不是年年都能夺冠 但数字不会说谎 他创造的揭露前无古人后男友来者 其中的历史意义和分量是不容抹杀的